一代贤君汉文帝能有多狠 逼死弟弟刘长之后又要杀舅舅了 母亲伯太后知道后当场被弃得昏死过去 她没想到儿子如此绝情 伯昭是伯姬同父同母亲弟弟 是伯姬在这个世上除了儿子唯一的依靠 可作为二十四孝唯一皇帝的汉文帝 还是没顾及母亲的感受杀了舅舅 那伯昭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才让外甥汉文帝不顾亲情下此狠手 伯昭作为外妻曾经一手扶持汉文帝刘恒登上皇位 可汉文帝刘恒吸取了吕氏专权被灭族的教训 对于这个舅舅并未给予重用 只是给了他一个车骑将军的虚职 没有让他参与朝中大事 伯昭一想起皇帝刘恒才八岁 就离开父母前往代驳 他作为舅舅相当于半个父亲 把外甥抚养长大 别的舅舅都能掌权就他一个虚职 如此待遇让伯昭十分不满 姐姐搏击劝他要大度一点 那就该让我吃亏 让我受委屈 伯昭只好破罐子破摔 仗着是皇帝的舅舅 朝中不得知的他回到封地之后 就大肆脸才修城墙盖宫殿 其规模不输诸侯王 并且还让城中的百姓称呼他为国王 俨然就是当地的土皇帝 然而这一事情却被林氏县的县令陈显的之 于是上报给朝廷 汉文帝刘恒得知此事怒不可恶 便派陈显和廷尉张氏之前来彻查 要把伯昭带到长安审讯 伯昭一猜就知道是陈显告密 恼羞成怒之下居然拔剑杀了陈显 光天化日之下擅自杀了朝廷命官 按照汉朝的法律要处死 可是伯昭并不在乎 他觉得当今皇帝是他的亲外甥 太后是他的亲姐姐 应该不会对他怎么样 可他猜错了外甥的公正严明 汉文帝得知此事之后心痛不已 陈显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官 本应该在朝廷担任重要职务 却甘愿到地方担任县令 如今却被自己的舅舅明目张胆地杀害 再加上伯昭大四敛财 还渐阅修建城墙在封国内当土皇帝 已经是死罪 多重罪状一起 他真的不知道如何宽恕舅舅 可真要杀舅舅却没那么容易 博太后第一个不同意 平日里一向不参与朝政的他魄力来找儿子求情 他知道自己的弟弟伯昭犯了死罪 但还是希望儿子能够饶了舅舅一命 伯太后背对得哑口无言 此时他内心有多痛苦 或许只有他知道 他不想强迫儿子坏了规矩 又不想自己的弟弟死去 最终他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当场晕了过去 作为孝子的刘恒十分担心 第一时间来看望母亲 可伯太后却不想搭理儿子 伯太后的一生十分凄凉 被刘邦宠幸一次就抛之脑后 儿子和弟弟是他最亲近的两人 如今最亲的儿子却要杀最近的弟弟 为了不让儿子为难他并未一哭二闹三上吊 他选择沉默就是已经默认了儿子的做法 刘恒表示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舅舅对于他来说相当于半个父亲 可舅舅不仅大肆敛财违规修建城墙 想当国王还杀了朝廷令官 已经犯了多项不可饶恕的罪 恒而一想到 要做个杀旧父的不孝子孙 就惊出一身冷汗 可是为人者 家事就是家事 为君者家事就变成了国事 我请恒而真心 汉文帝刘恒能有此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 离不开母亲伯太后的教诲 看着儿子如此痛苦 伯太后知道如果她都不理解不支持儿子的做法 恐怕天下没有人再理解支持儿子刘恒了 这才答应喝下汤药 眼下他能做的就是让弟弟体面地死去 不要再牵连到其他人 汉文帝都答应了母亲的请求 根据史书记载 汉文帝派庭为张世之以及伯昭昭日的好友去陪他喝酒给他送行 并且赏赐他三尺白灵希望他能自残 可伯昭依旧不愿意死去 汉文帝不得已只能让群臣去给他哭丧 伯昭这才上吊死去 伯昭由此成了第一个被哭死的人 汉文帝为了弥补对母亲的亏钱 于是让太子刘恪娶了伯昭的孙女成为太子妃 让未来的伯家继续成为外妻 可太子刘恪对于这个表妹一点也不喜欢 新婚之夜留下表妹独守空房 找到最喜欢的立即打了一叶扑壳